我的作品是關於我對於家裡的感覺 其實這種感覺是從小到大即下來的 我會形容為一種冷暴力 我想說這件事一直以來 家人對我的一些管教模式 一些價值觀和我很不同 這件事令我覺得很衝擊或很難接受 經常都很韌著 我將這些感受透過物件和顏色去表達出來 我的癖好是很喜歡在家裡找東西 找一找就越多 其實一開始都是找一些無關同樣的東西 譬如紙巾 試試看紙巾可不可以撕破它的影 或者蘋果 家人很喜歡用這些繩去綁住 那些開了口 但又有很大包的食物 但我很討厭家人用這些繩 因為我偷不到食物 這些物件大部份是有故事 但有些都是沒有的 拍攝的時候我也是把色溫調到很懶 我覺得這種懶是我需要的感覺 然後我就開始拍那些公仔 拍一下就發現 其實我雖然以為自己在拍那隻公仔 但其實我好像見到自己 就好像其實他們是我的自拍 我覺得好像突然讀多了一個Degree 做多一個Final Year Project 我們就每個月要見清平一次 我覺得就是因為每個月都會這樣 被人迫一迫 就令到其實可能我只能去到50% 但他終於推到90% 所以其實這件事是很好的 發現原來我只能透過創作、展覽 甚至媒體 才可以把這些我想和家人說的說話 告訴他們 而他們是受落 即是我們沒有辦法用說話去解決 唯有用藝術去解決